这场怎么还没回来啊 那么久啊 不会出什么事啊 不会出什么事啊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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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怎么没有回来啊 好啊 回来就好 温天哪 他自己不小心 调到山崖下面去了 师兄 师兄 按照山寨规矩 你们必须下山一年 去去去 走吧 老大 大师兄会不会死掉啊 呸呸呸 臭臭乌鸦嘴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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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回来啦 爹 师兄回来啦 爹 师兄回来啦 师父 温天 好样子 你还得师父担 担 担心你啊 好 温天是不是我们的勇士啊 是 爹 师兄 我们去跟他们一分有好玩啊 走啊 好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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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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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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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酒 来 今天喝个冬快 来来来 干杯 不醉不醉啊 干杯 笑起来 来 来 好 好 好厉害呀 好 好棒啊 好棒啊 真不好 是啊 好 回来我们山寨的勇士 温天干杯 好 好美啊 来啊 好 气血不通 慎不气 最近房事过多是吧 那怎么办 房事过多 除了吃药之外 最主要是戒色 但是种猪怎么戒色呀 种猪 老兄 天下没有什么事是一定的 没事 只是营养不良 不不就好 你给他吃过什么 我这小狗从小就吃猪奶 猪奶 这猪奶性情燥热 怎么能给他吃呢 好 没关系 我看两副药就没事了 爹 你开什么药啊 土豆渣四两 土豆渣四两 地瓜四两 地瓜四两 牛屎二钱 牛屎二钱 羊屎二钱 小孩儿营养不良 五药苹果一个 离两颗 小狗 因火过剩 急需卸火 药方 八豆两颗 来 抓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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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这鸭子生什么病啊 营养不良 你看啊 它嘴那么黄 面黄肌瘦 肯定是营养不良 哎 师兄啊 我发现你现在医术 越来越高明了 插下就赶上我爹你师父了 嘿 你爹我师父的医术 要是跟我离起来啊 差人了 好啊 你把我去告住 你敢 来 大白鹅 药方 土豆渣四两 土豆渣 地瓜四两 牛屎羊屎割两钱 师妹 怎么了 你看到这个药方 不是脂肪是过多的吗 也可以治营养不良啊 都一样了 哎 把药不甘不净 吃着没病 这个可以一样啊 一样一样一样 又也可以一样 他现在跟我爹都一样了 我和他们俩啊 差不多 这怎么办 那拉布子呀 爹 药 先拿这个药知道吧 土豆渣四两 地瓜四两 这个羊屎牛屎割二钱 这个臭小子又在偷我的秘方 爹 别说师兄 连我都学会了 你只有这一趟吗 是吗 这进房市过多是吗 除了吃药之外 最主要是戒色 师傅 我是来看猪的 你抓我的手干嘛呀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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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每天开这么多方子 难免有些差错 这样好不好 今天算免费的 这还差不多 爹 咱们身杖里的猪 怎么都那么好损 猪八戒是什么 猪啊 那就对了 我懂了 咱们给它开什么药啊 土豆渣四两 地瓜四两 牛屎二钱 羊屎二钱 你怎么都会了 对啊 刚刚学会的 快点啊 水都凉了 来了 进去 快点 来了 怎么这么慢呢 这个死老头 冻死了 快点啊 活得不太烦了什么呀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么慢呢 来来来来来 帮我把后背查查 别动了师父 凤凰太陋 常常只会招来杀鸡 人生平凡就是福啊 这个道理我知道 为了让树木长得高长得好 就得忍痛割起旁枝 或者扭起金银感 这不是做主人的心狠 实在是主人用心良苦啊 这个道理我也了解 为师现在说的你不懂 可是有一天 等你回忆去我说的话 你就会了解为师的心 师父 你今天的话怎么那么多啊 告诉师父 你这次下山还看见了什么 没看见什么 城里面就是繁繁华一点 人们大同小异 这倒是真的 山下的姑娘呢 姑娘 这怎么说呢 就好像巡浮的野马 野性还在 不过多了点绘节跟风韵 好你个问天哪 你观察的还挺透彻的嘛 怎么 你遇到什么 令你心中的姑娘 是不是 那怎么可能 没这事 不过 听你这样说 我忽然想到 我们家小婉 那样的打扮 好像是 朴素了点啊 朴素 倒也不会啊 他要是穿成城里人那样 我不把大牙笑到才怪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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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城里的姑娘漂亮 有什么了不起吗 聪明 我看 摆明了就是骚扰 我真是搞不懂 我哪一点不如他们呢 师兄 你们看 师兄 怎么样 看我好不好看啊 师妹 你怎么穿得像花瓶似的 我忘了很久才打扮成这个样子的 你们 你们居然取笑我 不许笑了 我再也不要理你们了 就是你啊 关我什么事 那你不也笑来着吗 这个臭小子 不准你笑他吗 牛儿 不不 不是我啊 是他 是你爹 我这么辛苦 是为了谁吗 不是好歹 这帮臭男人 丑你的姑娘有什么好 不就是骚吗 我这样有什么不好看 就是不好看 你们也不用这么笑吗 笑得也太夸张了 你们 你们不识货 不分好歹 我今天 求死了 我活该 哼 你 给我 我不给 给我 小婉 不要想不开 有 有话好好说 好说 爹 我只是想把头上的花给剪下来嘛 什么想不开 你 你是不是哭了 没有啊 我怎么 我怎么会哭 爹是在跟你开玩笑啊 其实啊 你打扮起来 很好看 是爹这一生中看过最最最美的姑娘 做完了吧爹 你不用安慰我 爹这样做是是是是有原因的 山寨中一绑猪哥 只有你一个姑娘 爹 会 会担心的 担心什么嘛 担心你太漂亮 有人会把你从爹身旁抢走的 爹 就算这样 你也不能当着大师兄在面 那么损我嘛 再说了 你看我的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就好像 就好像我真的是丑八怪一样 好好好 别 别哭别哭啊 你 你怎么会是丑 丑八怪呢 你只要把嘴巴闭起来 就是啊 天上的仙仙女 也没有你翘了 真的吗 别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那 那刚才师兄说 不管是谁 看到我这个样子 八成 下巴都会掉下来嘛 问天 这小子 的 确实 混蛋 他说都不是人 人话 那 爹 那你爹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替我出口气 你 你放心 爹 你 一定好 好好教训他 好吧 那你现在就去 好好好 现在就去吗 就去 就去啊 去啊 去啊 他 他是机会的 妈 嗯 我 overhe 我 就去 怎么办 act 好 好 这个金燕子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看来今天晚上只能在破庙里睡觉了 你还在这儿 偷马贼 把我师妹的汉血宝马还来 我正找你呢 我刚准备把这匹宝马还给你 胡说八道 半夜三更 你找我还满啊 对啊 对个屁 我告诉你啊 年纪轻轻别不学好 专干些偷鸡摸狗的事 我这怎么叫偷鸡摸狗呢 我只是想借这匹宝马骑一下 对了 你这匹马可好呢 我从来没骑过这么好的汉血宝马 我可警告你 如果我再看到你偷马 我把你挂里当马骑 知道吗 不会不会 这可不是我偷的啊 这是你不要的啊 走 金燕子 金燕子 我太像了 你三番两次冒充我到财物 又四处结民你 目的究竟是什么 说 你多次阻挠我百花俏办事 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既然对我不满 为什么不直接点 何必老是利用东厂借刀杀人呢 金燕子如此刁难 当然只好利用东厂来除掉你了 金燕子一向不杀人 但你心术不正 看来今日我只好大开杀戒了 好 金燕子 我来帮你 金燕子 我可是来帮你的 哎 哎 哎 金燕子 你想怎么处置这邪教魔女 人是你捉的 自然是你自己处置了 我 哎 哎 怎么处置你呢 有了 走 哎 你别紧张 我不是来打架的 我是来送礼物给你的 邪教魔女 这位官爷 昨夜 我师妹被掳 我误以为是你干的 所以 出手动武 如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 本来阻挡东厂捉金燕子 实是最不可恕的 不过念在你捉到的邪教魔女 就算将功赎罪吧 我不懂什么将功赎罪 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抓金燕子 这样的好人 我只知道这个邪教魔女 应该好好地处罚一下 告辞 哎 等一下 如果有空的话 我想请你喝一杯水一起 好啊 只要你有时间 我随时可以奉陪 请 哈哈 你 未来 危险 义父 他就是近来四处 劫持民里的邪教膜领 义父 这暗器就是从他的身上搜出的 百花彪 义父认得着安清 没想到 他竟成了邪教的魔头 义父认识邪教教主吗 说 你们教主的名字 是不是叫花弄影啊 呸 你没用自个叫教主的名字 说 邪教有多少门徒 地点何在 我说了也没用 因为教主已经筹备了快二十年 现在本教壮大 教主的功夫巨势无双 你这狗贼 很快就会死在教主的手下 花弄影的门徒 果然跟他一样不知死活 如果你不说的话 有你好受 身为百花教的护法 早就有随时为百花教牺牲的准备 把他的脸割了 我看他还能嘴硬多久 花弄影的门徒果然是训练有素啊 把这个丫头的尸体挂到东城门 我要让百花教所有的人知道 不幸的是 他被楚天行那个狗贼杀了 东厂的人还把他的尸首挂在了城门上 楚天行 金燕子 这个仇 我非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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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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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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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这边 好 来 这边 好 来 这边 这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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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你 你多少 你多少 有 你多少 我 一 你多少 你多少 来 好 好 拦 快举 来 好 加强 红队长 爹 爹 爹 是谁呀 哪个臭小子 爹 你没事吧 师兄 他臭小子 喂 师兄 是谁呀 没意思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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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味儿啊 怎么辣这么臭啊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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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水好像有味儿啊 是啊 爹 你不觉得这水 臭臭的吗 你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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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 你是个臭臭小子 你怎么在桶里面洗澡 好 师傅 你实在是太热了 师兄 太过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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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吻哪 你轻一点哪 爹 按摩就是这样 不然你别按摩 不然就 臭小子 你给我用心一点哪 好好练哪 真的没有 好 快 起点 快 急一点呢 快 走 轻一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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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在这边 快去 起点 快去 快去 起点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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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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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冲產 好痛 好痛 好 加油 好 师兄 师兄 师父赖你去采药 好 采药 好好好 不停 你 你惨啊 又是你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师父 不是我 不 你惨啊你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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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吗 马呢 什么马 什么马 汗血宝马 拿来啊 拿来啊 我要的是马 不是钱 他就是马 你的马 我把他换成了他 所以他就是马了 哦 这就是马 那我也可以把你当马打是不是 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相识啊大侠 不打不相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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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侠 不打不相识啊大侠 让开让开 让开 快点快点 快让开 让开 我跟你说啊 金燕子昨天透了关银 听说已经查出再打了 金燕子 拜拜 你这个呀 只能买一根马毛 我要的是整匹马 都让我让他搜一搜 好好搜 不要放过一个金燕子了 同党 大人 学来 大人 我们真没打过云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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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走 快点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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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 快蹲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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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吃不吃包子 吃什么包子 你不是说那些官兵去抓金燕子吗 什么 什么 怎么抓的都是些老百姓啊 我怎么知道 跟我去看看 走 走 快走 快走 属下没有找到任何官员 属下也没找到 叛贼金燕子 猖狂盗取官银 如果你们得到他的救济 就该全数交回 一旦被查出来的话 我们一定会严办 统统带走 是 走 走 起来 快起来 臭公子 我第一次出来看官兵捉强盗 想不到看到的 竟然是官兵的跋扈部讲理 此事重大 我把他们带走 只想查明一下 这也合乎情理 何谓跋扈啊 你们捉不到金燕子 这把气出在老百姓身上 这若不是跋扈 那应该就是脸上挂不住 想找台阶下 白姑娘这样说 是针对东厂 还是针对我 宇童不过是一介民女 岂敢为难东厂 又岂敢针对楚公子呢 我只是想提醒楚公子 对老百姓拗私刑 这不是官兵民反吗 谢谢白姑娘 我这就放人 来啊 放人 是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谢谢安 多谢 多谢多谢 快走吧 玉童告辞 二位少子 你好你好 上次的事还没有谢你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请你喝杯酒 好啊 不不不不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 喝酒重要 不是 请 请 请 哇 这么大的排场 请进 好 我还是得先走 我有很重要的事儿啊 我 这有什么事儿 能比喝酒还重要啊 不是 我我我我 今朝有酒今朝醉 走吧 我 请吧 我已经吩咐人准备好酒菜了 希望今天我们尽兴回归 坐 好 坐 好 坐 我敬两位 好 好酒 好酒 不过就是酒杯小了点儿 喝起来不过瘾 你可真够威风啊 这么多人都听你使唤 高处不胜寒 虽然他们都听我的使唤 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跟我喝酒谈话的知己 你不是要什么咬人吗 错人哪 什么事都能顺心吗 酒来了 来 这么喝才像男子汉嘛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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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再喝 你们两个喝啊 今天啊 是我喝得最高兴的一次了 好 我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高兴 强得都喝醉了 关你 你可真够厉害的啊 挺会变戏法的 连观影里都能变得出来 还是真的呢 我也变个戏法给你看 好啊 什么都没有 变 变 还是什么都没有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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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什么都没有 有了 厉害 厉害厉害 常听义父说 江湖上卧虎藏龙 没想到 这是一点儿不错 对 没错 变戏法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该走了 对对对对 怎么怎么说该走呢 这个就暂时先放在你这儿 好 告辞 好 告辞 别 帮我拿着 我打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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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身上怎么会有关银的 奇怪 分明是金燕子救济穷人的银子 怎么跑到你身上 别这么说啊 我早就知道 东厂一定会追查到那些穷人家 所以金燕子离开以后 我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拿回来了 那这么说 你连穷人的银子都敢偷啊 喂 要不是我机灵的话 那这些人不就惨了吗 那好 见者有份 把你那钱 赠给我一半 不不不不不 我就是宁死我也不能把钱赠给你 哎 哎 你看 借货借货 借货借货 你这 你这 你看看 你看看 哎 哎 哎 这什么人啊 为什么抓不到金燕子 你最好给我一个好的答复 义父 常言道 冤有头战有主 要抓金燕子 就不该拿小老百姓开刀 对无辜的百姓动私刑 就更加的不应该了 万新 金燕子偷东西都偷到东厂来了 分明是没把我楚天行放得严厉 迟迟抓不到金燕子 不光是我东厂和我楚天行恋上无光 就连大明皇城都恋上无光 你明白吗 孩儿知错 男儿七下有黄金 不要动不动去下跪 是 是 金燕工坊 我要好好地训练你 我今天放你们一条生路 你们走吧 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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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自由啦 好 快点快点 快走啊 好 我再给你们个生还的机会 杀他